那马来西亚来 马来西亚有什么好吃的这个 肉骨茶 对对对 像你们想到的一定想到肉骨茶 但这个汤包我要讲 如果你买回家直接丢到锅里面煮 是不会有味道的 因为里面都是 那要丢在锅子外面煮 里面都是中药 所以你只是丢下去煮煮不出味道 你一定要加大蒜 然后刚才讲肉骨茶嘛 还有一个就是白咖啡也是送到烂掉的 白咖啡 因为一般的咖啡豆都是用烘的 是黑色的嘛 白咖啡的意思是咖啡都是用炒的 炒了之后再磨成粉 所以它还是白色的 所以泡出来的香味会不太一样 上次是不是有 是你讲的呗 说你们的美露其实是 台湾也买到的味道不一样 对对对 我要讲的其实重点是这个 我今天的主角是美露 因为台湾也有美露 但台湾的美露只是三合一的 就是有加糖跟加奶 但是马来西亚有这种 骨酸骨酸马来文就是空的意思 就是完全是纯的 美露 美露粉 不加糖不加奶 美露和我们讲的 对 对 所以它喝起来呢 是有很浓郁的巧克力味 但是不会甜 也不会有过多的热量 其实是很营养的 OK 今天主熊来就对了 我跟你讲 之前我们都被造型呼弄得很少 真的 你一直不介绍什么 其实不讲那个什么松露饼干 一直在介绍什么东西 对啊 对啊 那你还有什么呢 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还有什么 没有 这个是英国 就是我去年去英国 所以我有问汤姆 是要买什么样的伴手礼 然后他有介绍我这个牌子的茶 他说是皇家 就是你新马一代讲不过人家 你就拿英国的 是这个意思吗 新马一代差不多讲了七七八八的 我现在讲一下英国的 然后这个牌子 他们都称它为女王的杂货店 因为这个牌子它都是给皇家们的一些用品 然后反正是今天你们在桌上可以喝到的 我带来的是Royal Blank 然后它的意义是因为它是1902年为英国国家爱德华七世 配的茶 爱德华七世吗 七世 然后我手上这个它叫Wedding Breakfast 它是那个威廉王子还有凯特结婚 然后特别调出来的 所以它每一个茶都有它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新加坡人 英国人是很会做茶的 但是所有的茶叶其实是斯里兰卡来的 我跟你说去斯里兰卡才是真正要买茶叶的 因为所有的好茶就是只要红茶类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斯里兰卡才 你看你不讲文又被造菌乎 OK 好喝吧 大家有喝吗 这个茶应该OK吧 不好喝 不好喝 好像是我们小时候记足球喝的那个茶 因为冬天记足球很冷 好喝耶 所以休息的时候教练会给我们这个茶来喝 就是最便宜最难喝的茶 那代表你不是皇室的 不是皇室的 没有 这个茶很好喝 因为通常一般大家都有喝过红茶嘛 红茶没有加糖的时候是会有个色的味道 对 苦色 喝完其实牙齿还会色色 没错 它完全不会 它不会色 真的 很香耶 完全它茶色蛮香的 现在也是没加糖啊 这个蛮香的 而且是主要的是我一开始喝的时候 蛮苦的 但是这个苦变成有回甘 对 很香耶 就是说第一次喝红茶 其实觉得不加糖也好喝 对 但没有色的味道 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老品牌 他们是做果酱的产品 果酱 所以它叫做本妈妈 这个名字 是不是一个圆的金色盒子 对 那个很好吃 它是很有名的 所有的法国人一定知道的 我小时候图示 早餐的图示 一定要放这个果酱 然后它的意思是 像妈妈真好 所以是很可爱的名字 然后除了那个果酱以外 他们也有果酱塔 就是小塔 台湾买不到 所以我每次回法国 一定要买那种 这是有两个 一个是柠檬 一个是腹盆汁 就是桌上这个 小饼干 对 超好吃的 它柠檬闻起来很柠檬 超级无敌好吃 好适合配茶 它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喜饼 是不是中间会有一圈红红的那个 但是你讲那个 昨天那个都已经硬硬的了 它这个不会 对 它这个是喜饼 而且神奇的 我应该先吃这个 再喝那一杯红茶 对啊 因为它有点甜 神奇的是它很像 外面卖新鲜的柠檬塔 然后把水抽干之后 变成了饼干 对 味道好浓 好好吃 它的那个柠檬的酸味 保留得很好 而且吃起来很天然的味道 可是我必须说 吃完了所有的饼干 打了一个格 是松露的味道 松露还是最厉害 而且包装又好可爱 有时候买伴手礼 我觉得是一个大学问 有时候伴手礼到底是 想说实用呢 还是说越贵越好呢 有没有 这种就是很难 你会觉得实用送菜瓜布 可是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才二十块 对 但有时候你花大钱送 送的礼物 人家还不见得敢收 可是我觉得送礼 是一大学问 对 我觉得因为我在韩国 最有名的就是人参嘛 在韩国就是 也最有名的保养品是 然后就是很多品牌 就是用红参来做一个保养品 然后那个家里 其实蛮贵的 但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很多朋友照顾我 我这里没有家人嘛 所以是我从韩国 回来的时候想要送给他们 一些比较好的东西 而且比较韩国当地的东西 然后就是那一些朋友 就是我朋友 就是比较年轻 就二十岁嘛 然后我就觉得 跟我比较好的朋友 送他一千五百块左右的 红参保养品一套 外表看起来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送他的时候 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那外表真的很高级 但是过几天 他们吃完一包 他们觉得 反而问我说 你干嘛送我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东西很色 又很苦又很难喝 好好喝 然后他们也觉得不需要喝 因为他们已经够年轻人 对 所以他们跟我们说 跟我们说 你下次带一个例子 给我吃就可以了 对 像我这也是在韩国的那个市场 传统市场买的 是 很多人不是都吃那个 韩国的那个人参鸡吗 对啊 或那种人参粥 那这一个它就是帮你配好了 然后它里面就是 有好几种食材 你就直接这样一包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那种卤包 卤包 就直接这样一包放下去 然后跟鸡啊 或是跟那个米一起煮 煮出来也是会有人参的味道很好吃 而且这一包 在那个市场买 一包是好像八十块 但如果你找不到市场 你去他民洞的地下街 一包是两百五 差太多了吧 对 所以我是在他的那个广帐市场 买的一包八十 我觉得很多家庭祖父 就会收到像这种 就会很开心 这种菜瓜布啊 或是这一种 我就觉得他们就 不用那么烦 你不用还要去配其他的东西 你还要为了煮个粥呢 还要去买红枣 再买什么东西 他就通通帮你配好 可是我觉得红森真的很看人 因为我就很怕收到人参 真的吗 我就不喜欢人参的味道 但你说送菜瓜布我会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真的实用 用得到 所以我很不敢 我很不敢乱买人参 每次去韩国 大家都说你去买人参 韩国一定要买某个牌子 台湾卖超贵的 人参在韩国超便宜 你买回去送长辈 我都不敢 因为有时候身体 人家体质怎样补 或怎样 你知道人参有一次 我跟我老公 我们跟团去韩国第一次 然后旅行团 不是会带你到人参店吗 然后就两个小姐就在推销 跟我老公推销生 我老公就说买吗买吗 我就说你不会吃 他说不要啦 人家都一直讲 我说那多少钱 他说八万 蛤 台币啊 台币八万 也太贵了吧 我就坚持不给绅士 我觉得终于平哥真的是皇帝命 你知道吗 我坚持不给他买 因为他就觉得 人家都一直讲了这么久 又给你喝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不行不行 八万太夸张 对啊太夸张 然后知道我老公就默默走到 整团的后面 蹲在后面地上 干嘛 不会哭吧 没有 他就蹲在后面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会我不让老公买 导游就过去问我老公说 终于哥怎么了 然后他就说 没有啊 我老婆就不给我买身 那让我身体坏掉好了 而且他是蹲着 他是蹲着讲喔 蹲着讲 好气人喔 他为了八万的人生耶 跟你生气 你买八万的姜给他补也 他也是身体会好啊 对 后来我是销售小姐很漂亮 坚持没让他买 而选择了四万的什么珍珠草 是不是 但是四万也很贵 然后买回来之后 很贵 我跟你讲好不好 四万的珍珠草 只喝了大概八千 八千也算多了 很多人都是去那边 会花很贵的钱买人参 四万算贵了吧 八万的话可以买三参 大家有听过三参吗 三参是最贵的 在韩国最贵 比人参还要高级一百倍的 我想问说 你们自己韩国当地人去买人参 有什么挑的条件跟去哪里买 我们都是在网路上订购 网路上最近很发达 在网路上就是某一个地区叫金山 那里的人参是最有名的 所以说我们不会特地去买 有一次就是我有 就是对一个女生有好感 然后就是出国旅行的时候 就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就买了 那衣服大概三千多块吧台币 那买回来送她发现尺寸不对 然后还被她骂 那你就送二号女朋友啊 不是 不是 那时候买衣服鞋子送给人家 那真的 我每次我老婆说要买 我就说真的不要 你还不买个什么礼盒给人家 因为衣服鞋子问题一大堆 尺寸的问题 颜色的问题 看起来老气 还是看起来太年轻 人家都不敢穿 而且会被骂 而且我觉得男朋友送女朋友 衣服是最危险的 对 真的 因为你买小的尺寸 她会觉得 原来我在老公 男朋友心目中是这么瘦 那我要检讨的 我真的胖了 如果你买大一点的尺寸 就说 你现在是觉得我胖了是不是 真的没有好处 真的 不信你问梦多 衣服真的很难买 真的 真的 不用买衣服 衣服鞋子真的不要 是不是 鞋子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就是买鞋子送女朋友 她就是穿得跑 对 我可以买 我没有送给她 还是跑掉 什么啦 要掏心掏肺了 要聊什么 没事 来 请 哈啰 大家好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按下铃铛 订阅我们的二分机奖 YouTube频道 最新影片随你看 精彩内容不漏街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